而台北市卫生局今天也公布一例境外移入 也就是案19864的足跡 这名个案是住在新北市 在1月13号从美国入境之后居家检疫14天 裁检都是阴性 但是一直到2月16号入境34天才确诊 而它的足跡是遍布台北市不少的地方 CG值是呈现36 那我们在经过疫调之后呢 也再度针对他二座二度裁检 结果PCR是阴性 那同时他的血清抗体是阳性 那这代表可能他曾经有感染过 而个案也自述说呢 他12月中旬在美国有曾经确诊过 这名确诊个案呢 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 在解除隔离之后 在台北市留下很多的足跡 先是2月12号一早 从捷运江子翠站到台北车站 14号也去民谣百货永康商圈 还有金站时尚广场等等的地方 15号也在台北市爬爬灶 那么新北市卫生局说 这名确诊个案将交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再次判读是不是就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